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内容啊 加峰文 加峰文呢对于女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 其实就是我们小指和 这个小指根部和感情线之间的结婚线啊 这个在这个我们古相处有言 就是它的是叫加峰文啊 西洋首相学称其为结婚线 婚姻线啊 这个就是看出命主的婚姻是否美满啊 如果加峰文有两条 并且呢距离相等长度相似啊 相对平衡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婚姻非常不错啊 能够将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这个经济啊 条件呢能够旺起来 婚后比较幸福美满啊 就是旺夫意思啊 就非常的旺夫的一种 如果加峰文有三条啊 而且呢 这个三条当中啊 中间一条特别的长啊 独长而秀 上下两条呢 就是一种辅助的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啊 不管是早婚还是晚婚啊 都能够过上简单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当然如果是这个面向和其他的纹路配合的好的话 也是容易加入到后门啊 加峰文如果是只有一条啊 并且搭配一条 搭配一条什么呢 搭配一条这个六秀文 六秀文呢 其实也是我们古相书的一种说法啊 其实就是说的太阳线啊 搭配一条太阳线 并且呢 啊 这个分支啊 加峰文有这个分支往上走 你看见没有 他的分支啊 往上走 这种手文的特点啊 不仅能够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啊 而且呢 这个如果自己在事业上闯荡的话 也能够得到贵人相助啊 在职场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名声啊 这是六秀文和加峰文相互配合 好了 有关这几种文录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手向面向方们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